朱婷25分中国女排3比2逆转战胜美国队去六强战首场胜利北京时间10月14日,2018年女排施锦赛,进行了六强赛的首轮比赛,中国女排以3比2击败美国队,五局的比分为,比25,19到25,20到25,25-23,15-9,朱婷得到全场最高的25分。 中国女排首发,主攻朱婷,张长宁,副攻颜逸,袁新月,接应公祥宇,二传丁侠,自由人王孟杰,美国队派上拉尔森,希尔,阿基拉德沃,莫菲,亚当斯等人出战,首局中国队事务较多,14到8,11-14落后,此后朱婷和张长宁进攻连续得分,帮助中国队追成20平,张长宁强攻打中,朱婷反击得分, 22-20,朱婷强攻突破美国队三人拦网,24-22,严妮拦住拉尔森的进攻,中国队以25-22先胜一局,第二局美国队进攻频频得手,以12-9领先,此后双方一攻成功率较高,比分交替上升,美国队以16-13领先,张长宁扣球下网,拉尔森反击得分, 14-19,中国队频频换人,但美国队进攻打得相当流畅,以25-19颁回一局,第三局美国队依然打得顺手,18-5,16-12领先,朱婷两次一攻下球,拉尔森和亚当斯分别进攻得手,16-20, 曾春磊进攻打授出戒,希尔板击得分,美国队以22-17领先,李盈盈换下张长宁,曾春,磊调球得分,希尔扣球出戒,19-22,希尔进攻连续得分,19-24,李盈盈一攻打中,希尔进攻得手,美国队以25-20再胜一局,第四局双方争夺激烈,比分交替上升,战成7平, 此后朱婷和曾春磊连续进攻得手,中国队以12-9领先,对方很快追成12平,随后朱婷强攻打中,曾春磊后二得手,朱婷发球得分,16-12,此后对方连续反击得分,追成18-20,朱婷反击打中,22-19,拉尔森一攻打中, 洛维发球押底线,希尔反击得分,对方追成22平,23平后李盈盈连续两次进攻得手,中国队以25-23拿下第四局,第五局双方战成4平,朱婷强攻打中,李盈盈拦住阿金的被飞,6-4,李盈盈强攻下球,严依拦网得分,8-5,李盈盈强攻打受出戒, 随后他发球得分,龚翔宇拦网得分,中国队以12-7领先,李盈盈发球制造探头,严依拦探头得分,13-7,朱婷强攻打受出戒,14-8,最后龚翔宇强攻得手,中国队以15-9取胜 跟上车有关的散步连续判,石头来说,颜色张有关后,突然当相当的烦续刷崽下,计算是否得分, 他们说到比较固负车,六国六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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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、十分之后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